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说魏晋这个词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哪位同学说一下 首先想到的就是 竹林七贤他们那个放达不羁的性格 还有他们就是饮酒了 还有是一起倾谈了那些各种形式 就是他们当时那种洒脱自在 我觉得就是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是很羡慕他们当时那种生活状态 还有那个本真性情的那个表达 还有同学要说吗 一提到魏晋时期 我想到就是这个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 也是人的素质品德的一个重要的转变的时期 好 我们今天从竹林七贤讲起 我在百度那个图片上下载 就是我在点搜索 就竹林七贤的图片 你们知道出来多少张 两万三千三百张 有的是画 就是纯粹这种彩绘的这种画 还有就是好多是那种就是器物上那种装饰 比如说晚上的或者是笔筒 平分 有的是这种彩绘的画 有的是那种木刻的图案 两万三千三百张 大家好像格外喜欢竹林七贤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 有哪位同学起来说一下 你知道的关于竹林七贤的一些有趣的事 我看过一个与山剧园绝交书 然后我还知道就是这个 当时这个竹林七贤特别放荡不羁的生活 包括琉璃每天饮酒喝乐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还有就是这个 鸡康和相秀 一个打铁一个拉风箱 特别和谐的一个画面 好 好 还有哪位同学 那个老师我想说 我知道那个就是 有一个就是这个王荣 他比较贪财 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比较吝啬的人 好 这是软集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选这张图片 你们能不能看清底下那行小字 看不清楚啊 底下那行小字写的是 据上海博物馆藏 唐孙卫高益图原济复制 什么意思呢 这幅画是根据上海博物馆馆藏的 唐代一个画家叫孙卫 他画的这幅图叫高益图 根据那个就是上海馆藏 他有这个原济把它复制出来的 我为什么要选这个 因为你想唐代时候的人离魏晋更近 还是我们离魏晋更近 肯定是他离魏晋更近 是不是 那么有可能这幅画很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好 咱们来说说软集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史书上记载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说 软集的母亲去世 软集的母亲去世的时候 她正在跟人下棋 这个对方就说了 说你赶快走吧 他说不走 我们把棋下完 下完棋了以后还喝酒 喝完酒以后大叫一声吐血 母亲下葬的时候 饮酒食肉 这是绝对违反儒家理智 儒家理智规定你沮丧吃尖 不准这个喝酒吃肉 不准喝酒吃肉 虽然软集在喝酒吃肉 但是他非常憔悴 也是就是那种 大叫吐血 刚才有同学说到这个软集的清白眼 这是他一个很有特色的一点 他喜欢的人 就亲眼看人家 不喜欢的人给人一个白眼 别人来给他母亲吊笑 吉康的哥哥吉喜来了 他不喜欢吉喜 他就给他给了个白眼 吉康来的时候是拿着琴 拿着酒来的 马上就是亲眼 软集的嫂子要回娘家了 他表现得恋恋不舍 那你说人家不议论吗 然后软集说什么 软集说 李奇为我设业 那哪能 那哪是给我设的东西 那哪能框得住我 这个邻居 是邻居酒店的老板娘 长得非常漂亮 她去那个地方喝酒 有时候喝醉了 就躺在老板娘的旁边 这个老板很了解 就是软集是一个心胸坦荡的人 所以也不怪罪她 还有 有一个士兵的女儿 有才有貌 还没有出嫁就死了 她跟人家家的家人 根本就不认识 跑去狂哭 伤心的不得了 这是软集 咱们再来看 吉康 吉康他自己说 说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不喜欢洗澡 十天半月也不洗个澡 羊 羊得很长狮子 孩子 喜欢睡懒觉 早上 待在热被窝里不起来 尿憋都不行了 再骑 吉康还喜欢打铁 他打铁 相袖给他拉风箱 你想一想 这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打出来的铁器 还卖钱 贴不家用 有段时间他挺穷的 我要一说打铁 你脑子里会想什么 一个赤裸的上身 肌肉发达的人 是不是 但是 吉康会吟诗 会弹琴 你看他写的 目送归红 手挥舞弦 这是一种怎样的意境 一边弹琴 一边目送归去的红艳 史书上记载 吉康的气质是什么呢 龙张奋姿 天智自然 什么意思 用今天的话来讲 帅呀 英俊呀 潇洒呀 这样子的 你能把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和一个铁匠 联系在一起吗 所以每次 其实我想到吉康 我都在想 这是一个怎样的 就是他的那种 生命的能量 特别的充实 特别的饱满 所以他可以是一个思想家 他是魏晋玄学 重要的代表人物 对不对 他是一个音乐家 他会弹广林伞 临死的时候 在刑场上 让他个个把琴带来 然后弹了一曲广林伞 千古绝唱 在引经就落 他还是诗人 这是他写的诗 他还是铁匠 这是吉康 刘林是个什么样的人 刘林喜欢喝酒 经常就是 让他的仆人 拿着像锄头 或者铁匠这样的东西 跟着他 说我要在哪个地方醉死了 你就当 就地把我埋了就行了 他老婆实在是无法忍受 就有一次就 把他喝酒那些器具都打碎 然后就哭着劝他 说你真不能这样了 太伤身体了 然后刘林给他老婆说什么 说好 我戒酒 不过咱们得要有个仪式 我向鬼神发个誓 你先把酒肉摆好 我发完是戒酒 他老婆真的信了 就真给他摆上酒肉 结果这位老兄 他在说什么 在给鬼神说什么 说天地生我刘林 就是为了酒啊 整天喝得酩酊大醉 太爽了 这个女人的话怎么能听呢 女人话不能听 有一次喝醉了酒 衣服脱掉 裸体在房子里头 这个别人就说 我怎么能这样子 他说什么 他说天地是我的房屋 房屋是我的衣裤 你跑到我裤子里来了 你都跑到我裤子里来了 这是刘林 这是刘林 再比如说王荣 王荣也是当时 这个有名的大孝子 在为母亲扶葬期间 也饮酒食肉 也是那种非常憔悴 非常憔悴 史书记载说 他得扶葬而起 就是扶着拐杖 他在那起来 就人已经虚弱到那个地步 这个人还急贪财 急贪财 他拿着他们那个时候的计算器 日夜算钱 还老觉得不够 其实钱已经很多了 钱已经很多了 还非常小气 他们家的李子树非常好 他不是拿李子可以卖钱吗 然后他害怕别人把李子吃了 把壶留下 然后种 种了不是种出来的李子 他再卖不了钱了 怎么办呢 他把他们家的李子的壶全站个眼 我不知道他怎么操作 他真的把那个李子 每个都站上个眼 我不知道他怎么卖 但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他的女儿出嫁的时候 问他借了一笔钱 很长时间没还 结果女儿回娘家 他就给人家脸色看 这啥爹嘛你说 然后 什么时候钱还回来了 脸色好看了 脸色好看了 他的侄子结婚 你知道他送给的结婚礼物是什么 一件单一 这还不算 结完婚再要回来 这都啥人 你说这都什么人 这比如说阮贤 就是咱们说阮吉的侄子 他特别喜欢他姑姑家的一个婢女 他这个姑姑答应了 说是这个 这个我到时候走的时候 把这个婢女给你留下 但是姑姑走的那一天 就是回他自己的家了 走的那一天 婢女跟着走 当时阮贤家里有客人 他慌一慌张就给那个客人说 我借你的马用一下 骑上马就去追去了 追到那个女孩 然后两个人一块骑着马回来 一块骑着马回来 还有一次 他们阮氏家族聚会 聚会在一起喝酒 酒还不是那种 就是蒸到酒杯里 一杯一杯喝 就拿了个大盆 把酒放到里头 大家围着这个酒盆 这个圈在一起坐 然后拿那个大的那种 就沉酒的器具咬着喝 来了一群猪也去喝 那天聚会阮贤还晚到了 猪往那去的时候 他也往那去 一块扎在那里面去喝酒 这就是魏晋明氏的风度 这里面其实就是 我说了五个人了 向秀记载的那些 有意思的事情不是特多 除了他给这个季康拉分香 山涛是个什么人呢 山涛很清醒 这个人非常清醒 他给他老婆说 他曾经很穷的时候 给他老婆说 说你忍一忍 我将来一定能当上三公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 就享受三公夫人这个福气 你能不能想这个福了 这个山涛的酒量非常大 据说要喝八斗酒才醉 晋武帝司马炎想试试他 就给他八斗酒 实际上暗地里增加酒量了 结果山涛喝到八斗停 他很有术 很有术 如果我要这样来讲 就是我把这个竹林七贤的故事 这样给大家讲 我这不是应该说 史书全是史书有记载的 讲的都是就是这个 晋书上记载的一些事情 我这样来给大家讲 七贤的一些事情 你会对魏晋时候的历史 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或者你有产生 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觉得有趣是吧 还觉得什么 思想自由 性情本真 性情本真 还有吗 随性 随性 放荡不积 荡这个字用的不太好 放达不积吧 放达不积 他们这时候还真还称不上 太放荡 放荡再往后了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七个人 其中有五个人 属于不守礼教的人 对不对 咱们说到了软吉和王荣 在为母亲扶桑期间 饮酒食肉 这是违反理智的 咱们说到了这个软贤 他跟那个婢女两个人 一块骑着马回来了 咱们说到了流灵 整天喝得民兵大醉 还把衣服脱光 吉康 吉康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乐民教而认自然 就是不受儒家 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 听认自己的自然本性 这是为这个这个 他们对于很很很强烈的这种色彩 就是不守儒家礼教 那么你是不是会因此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微禁时期是一个对儒家礼教破坏特别严重的时期呢 你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不对 但事实是不是 不是恰恰相反 这是一个非常重视礼教的时期 你可以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时期的绝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事 都是这样的形式风格 你觉得他们的这些言行会留下来吗 好像不会 是不是 大家都这样了 你有什么稀奇的 你为什么能留下来呢 因为你太特了 是不是 你太和大家不一样了 当时的人 对他们的这种行为 很多是持批评态度 批评态度 你比如说禁书里面 他在每次就是记载完这些事情以后 他都会有一个评价 有个评价 就当然也是对当时一个历史的一个记载 说什么呢 就积之 理法之事 积之若愁 这两句是在那个禁书软集传里面 这个为什么理法之事 积之若愁 你软集在那里翻清白眼 你谁被他翻下白眼 恨不恨他 恨死了 是不是 你还瞧不起这个 瞧不起那个 还有我刚才说 就是软贤 他和那个婢女两个人骑着马回来了 那件事情记完以后 紧接着下面那句话是 论者甚非之 大家对他批评很厉害 很厉害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什么 说明当时严格遵守礼教的人并不少 至少在魏晋时期 遵守礼教的人是多数 好了 讲到这里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 历史有时呈现给我们的只是表象 或者只是一部分真相 还有一些表象背后的褶皱需要打开 我们才能看到历史的另一部分真相 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礼仪之邦 礼仪之邦哪来的 中国一开始就是礼仪之邦 天上掉下来了 肯定不是 它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历史积淀当中 魏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对儒家礼教的重视 是对后来中国礼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要说 就是魏晋儒学与中国文化 我不是在谈这个观点 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我要谈的第一点 从文化史的视角看 魏晋重视儒家礼教 是中国礼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中国礼文化发展史上 一个重要的时期 是跟魏晋特别重视儒家礼教 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好了 我们再回到阮基和王荣 他们两个都是在为母亲 服丧的时候饮酒食肉 从丧礼的角度来讲 这是为理的 但是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心痛和悲伤 所以一个吐血 一个要扶着拐杖才能起来 这里面又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内在的真实情感 和外在的礼仪规范之间 应该是个什么关系呢 孔子说 人而不人如礼合 人而不人如月合 你内心深处 如果没有真实的情感 真实的敬意 要那个礼干什么 要那个月干什么 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 月云月云 中古云乎哉 礼就是那个玉帛吗 月就是那个中古吗 孔子实际上这里用的是一个反问 他在持一种 他对一种现象 在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什么样的现象呢 就是你内在的真实情感 和外在礼仪分离的一种现象 他是持批判态度 大家再看下面那一段 就是礼济谈公的一段话 礼济也是儒家的经典 丧礼 与其哀不足 而礼有余也 不若礼不足 而哀有余也 既礼 与其敬不足 而礼有余也 不若礼不足 而敬有余也 我不用解释了 对不对 很清楚 所有这些表述 他们要表达的实际上 是一个意思 就是 如果没有内在的真情实感 外在的礼于 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 我们可以说 阮吉和王荣 他们其实正是在 践行儒家的礼教 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悲伤 真实的情感更重要 但是这样一来 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父母亲去世 你悲伤到吐血 悲伤到这个扶胀而起的人 毕竟是少数 如果只有这样的人 是真孝顺 那世界上就没有几个孝顺的人了 所以儒家的礼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礼仪规范的制定 应该能够被大多数人 够得着才有意义 先王之至礼也 过之者俯而就之 不至焉者起而及之 先王至礼 他制定的这个规范 这样一个规矩 规则 有的人他做得比他更好 做得更好的人怎么办呢 你降低一下标准 还有些人呢 达不到 但是他 努力一下 够一下 能够得着 也可以 就他说设立这个标准 应该是个中人的标准 才可以 理才可以 唯可传也 唯可济也 什么意思 可以传承下去 可以继续 如果你制定的这个标准 大家都做不到 那怎么办 是不是 那他没有办法传下去 没有办法传下去 这又是一个问题 我刚才 从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 我讲了两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你软肌和王龙是真孝顺 所以你在那个地方 这个喝酒 这个吃肉 但是你悲伤过度 你身体很差 大家还是说 你还是很孝顺的 是真孝顺 但是如果你提倡这个东西呢 有的人就会说了 那好了 我心理悲伤就行了 你管我吃不吃酒 吃不吃肉 喝不喝酒 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带来 对李仪的一种破坏的风气 事实上到了东晋时候 已经出问题了 已经出问题了 所以李和秦之间 这种非常复杂的关系 你看我已经 我展开了这个关系 他们其实很复杂 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很复杂的这个关系 在魏晋时期 特别的凸显 这是一个历史现实 这样一个历史现实 它会刺激大家 去想一些问题 去思考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儒家的一些 对一些理念的一些理解 他进一步深化了 你比如说 这个阮吉给他 就是他母亲去世了 别人来吊丧 其中有个人来吊丧 那个人叫裴凯 裴就是那个 上面一个非底下 一个一那个裴凯 凯是凯书的凯 裴凯来了 当时这个软吉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他就是完全没有守这种理智 他披头散发 他还积聚 积就是那个竹子头底下一个旗 其他的旗 波及那个旗 聚就是那个足指旁一个居住的居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古代的人 古代没有凳子 席地而坐 他怎么做合适呢 他应该跪坐在那里 对不对 就是你腿朝后 你屁股坐在腿上 这是手里的一种做法 你如果要是把腿往前伸 然后呢 你想人 人要是坐在地上 腿是往前伸的那样的状态 像不像个波及 这很不尊重 这是一种不守理的一种做法 当时软吉就是这样坐着 接待这个裴凯的这个吊咽来 然后该哭的时候也不哭 裴凯他把这个吊咽的事情 结束了以后 他就走了 他也没见过 后来有人问裴凯 裴凯说 我们都是俗人 俗人我们就按照这个俗人的这个 就重规重矩的来 软吉他不是俗人 所以他可以不守理点 你发现了没有 裴凯他在这里把人做了一个分层 一部分人 大多数人 你要按照规矩来做事 还有一部分人 可以不守这个规矩 也就是说 在践行儒家礼仪 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的人 你看上去他不守理 但实际上他骨子里 其实是符合 儒家礼教的精神 我们也可以接受 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 我们对礼的认识 对礼的理解 是不是往前走了一点 和以前的那个深度 是不一样的 你再比如说 王荣 为母亲服丧的时候 面容这个憔悴 扶杖而起 竹子拐杖 他能起来 当时和他同时 也有另外一个人 也在服丧 为父亲在服丧 那个人就完全按照 儒家的理智的 这个规定来做 比如说喝粥 比如说睡在草垫子上 当时就有人评价了 评价这两个人 说那个人呀 孝顺是生孝 生 说这个 王荣的这个孝顺 是死孝 死 生死那两个字 什么叫死孝 扑上命去孝顺 那生孝是一种正常的 你们又发现了 孝也封层了 孝也封层了 就是我们对孝 这样一种理解的 这个内涵 扩展了 扩展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在这样一个时期 未经这样一个时期 就是儒家的很多原有的观念 在这个时期 得到了深化和丰富 这是儒学发展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我经常在讲课当中 讲到这一点 就是你对任何一个 历史现象的理解 不用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静态的 固着的 一个不动的东西 那不是一个历史的态度 我们说儒学 孔子时候的儒学 两汉时候的儒学 魏晋时候的儒学 隋唐时候的儒学 宋元明清时候的儒学 能一样吗 不一样 是不是 每一个时代 对前一个时代 有没有继承 有继承 有没有反思 有反思 有没有改变 有改变 增加了东西没有 增加了 捡东西没有 捡了 一直都在变 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历史感 他对历史现象的理解 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流动的过程 那么在魏晋时期 对很多与儒家原有观念 我刚才谈到了孝 谈到了对礼仪的 这样一个践行 他们因此 加深了对礼的认识 对孝的这样一个认识 那么儒家很多这样的观念 在这个时期 都得到了这种深化 丰富和拓展 所以这是儒学发展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从儒学史的视角看 复杂纠葛的理情关系的展开 使魏晋成为儒家文化内涵 得以深化和丰富的重要时期 这是儒学发展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那除了山涛和向秀 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 刚才还有人同学谈到了 就是这种 其实是率性认情 是不是 很率性 这样的人 就是说的 用今天的话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有个性嘛 那么你们觉得 儒家文化更有可能塑造的人 是那种有棱角的 有个性的 还是更有可能是那种 文质彬彬的 温和的 好像更可能是后者 是不是 要不然哪来的儒雅这个词 我们如果说 某个人很有道家风范 其实很大程度上指的是 这个人身上有一种 洒脱不羁的气质 是不是 是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 阮吉和吉康 他们身上到底是儒家的色彩重一些 还是道家的色彩重一些呢 表面上看 道家的色彩重 对不对 但骨子里 儒家的色彩重 这一点被谁早就看破了 被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在他非常著名的这篇文章 《魏晋分度集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 说了一段话 他说 鲁迅的罪名 鲁康迅的罪名 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 但据我个人的意见 这判断是错的 魏晋时代 重奉礼教的看来似乎不错 而实在是破坏礼教 不信礼教的 如曹操杀孔荣 司马昭杀鲁康 都是因为 他们和不孝有关 但实在曹操司马氏何尝是著名的孝子 不过将这个名义 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 亵渎了礼教 不凭之急 无计可施 机而变成不谈礼教 不信礼教 甚至于反对礼教 但其实不过是态度 至于他们的本心 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 比曹操司马仪们要愚职的多 鲁迅先生凭什么这么说 他凭什么说 阮疾和吉康更相信礼教 骨子里是那种相信礼教到极点的人 他凭什么这么说 你来看看 这鲁迅先生 他判断的依据 从这种生活情理出发 下面还有一段话 还有一段话 我没有在上面显示 凡人们的言论 思想 行为 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 就愿意天下的别人 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 但吉康阮疾不这样 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 竹林七贤中有阮贤 是阮疾的侄子 一样的饮酒 阮疾的儿子阮魂也愿加入时 阮疾却道 不必加入 五家已有阿贤在 够了 假若阮疾自以为行为是对的 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 而阮疾却拒绝自己的儿子 可知阮疾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 至于吉康 给他的儿子的家界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就是一个人 他会把自己 让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生的体会 人生的思考 告诉他的孩子 来避开很多的陷阱 是不是 让他少走一些弯路 少吃一些苦头 他可以对任何人撒谎 但他不会对他的孩子撒谎 是不是 他会在家界里面把所有他想说的 他内心深处的真实话 全部说出来 当吉康被杀时 其子方十岁 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的独身子是未满十岁的 就觉得婉然是两个人 他在家界中教他的儿子 做人要小心 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 你看这个吉康那个家界 你觉得你简直不能和我前面说的 那个人对到一起去 他都能戏到他那个啰哩啰嗦 那个 就给他儿子嘱咐的那些细节之戏 你都无法想象 你比如说他给他儿子说 如果你和一帮人到长官家里去的话 你们最后出门了 事情办完了出门 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和大家一块走 你可千万别单独留下来 你要单独留下来 大家就会有想法 这是我们前面说的吉康吗 你能对起来吗 因此我们知道 吉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 也是不满足的 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 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 称为不肖 以为是坏事 殊不知事上 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 向自己的父亲来 试看软吉吉康就是如此 这是因为 他们生于乱世 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 并非他们的本态 但又于此可见 魏晋的破坏礼教者 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固执之极的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 第三点 魏晋时期的世人 他们身上的儒家色彩和道家色彩 是混合的 有时候是矛盾的 矛盾的 咱们前面在说 这个软吉非常潇洒 非常潇洒 你知道软吉经常干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他驾着车出去 他让车自己走 自己走 一直走到没有路的地方 没有方向的地方停下来 大哭一场 再回来 他表面的那种潇洒 和他内心的那种痛苦 那种激烈的碰撞 这也正是一个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在互相的斗争和融合的一个阶段 我们也都知道 今天我们在说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实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 世 道 是不是 那么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 和魏晋时期 道家思想的兴起 密切相关 密切相关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 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看 魏晋时期 儒道思想的斜航融合 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 儒世道并存格局的重要时期 大家都知道 两汉时期儒家的东西很重 道家其实是被边缘化的 那么它怎么后来能够形成 我们今天看到的儒世道并存的格局 和魏晋这一段 道家思想起来了 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我要谈的这一点 你看 我在讲 魏晋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时候 我从三个角度谈 文化史的角度 儒学史的角度 学术思想史的角度 其实这个角度还可以继续转换下去 比如说 我们如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也是一个儒家政治文化转型的一个时期 两汉时期更重是什么 政府更重什么 经学教育 对不对 魏晋时候 政府更重什么 理智建设 不管是经学教育 还是理智建设 都是儒家的东西吧 但是显然 他们的侧重点 因为时代的不同 发生了位移 发生了位移 好了 回过头来 我们来说 我们刚才上课的时候 我说的那句话 我说今天这堂课 我试图要做的是 带领大家去思考 魏晋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我们在课里讲到的这三个 就是三个角度吧 三个角度 那么带领大家的这个思考 只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一个勾勒 如果你想细细的去考察 那么需要把魏晋儒学各方面的情况 一一展开 一一展开 你比如说 从文化史的视角看 魏晋重视儒家礼教 是中国礼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好了 我可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魏晋时期特别重视儒家礼教 这个问题我前面没有回答 这是一个问题 好 接着来 从儒学史的视角看 复杂纠葛的礼情关系的展开 使魏晋成为儒家文化内涵 得以深化和丰富的重要时期 那好了 也有一个问题非常明显 为什么魏晋时期的礼情关系特别纠结 为什么 第三 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看 魏晋时期儒道思想的协行融合 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儒 试 道 并存格局的重要时期 好 还是有问题 为什么道家思想在魏晋时期兴起来了 它和儒家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们试着在以后的课堂当中 慢慢来解答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仍然需要我们用尽可能多的视角进行考察 我在课上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历史真相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所以 只有尽力多角度去探索 才有可能展开一个立体的历史图景 从而帮助我们去触摸历史的脉搏 感受历史的温度 聆听历史的心跳 好 今天这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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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